我們早前揭發廣華醫院新大樓電線槽防塑倒層的厚度懷疑不達標 醫管局週四公布檢測結果 證實攝氏電線槽的倒層厚度低過20mm 重量也不符合合約要求 已經去信承辦商要求作出補救和解釋 資深工程師何永業週五在電台節目說 就算倒層不夠厚都不會發生即時危險 但是會令電線槽的壽命縮短 譬如溫度、濕度、日照、酸性、簡性等等因素 何永業又說換了整個電線槽難度很大 建議可以由油代替 也要加強巡查及時更換生瘦的電線槽 他也建議政府抽樣檢查 確保其他電線槽符合標準 嗯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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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